嗨大家好我是莉恩 嗨我是薇薇 現在是12月31號 我現在人在迪士尼 我現在在我家 不好意思 聽起來一點都不fancy 但是我等一下就陪我家吃火鍋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行程 雖然我現在還不知道 這是不是你第一次在台北跨年 你等一下會去看煙火嗎 我其實有想要去看煙火 但是好像聽說會很可怕 但反正就是總要擠過一遍 不然都不好意思跟大家說我坐在台北 不然想說這算是六年嗎 六年來我們第一次沒有在一起跨年 你會想我嗎 會想你媽嗎 應該是不會啦 就包括我們其實今年也是變化蠻大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神奇 小時候就覺得 每年每年好像跟我都差不多 跨年的時候就是 只是從三年級變四年級 但是現在每年每年 就是覺得變化都很大 然後每一年留下來會 從30歲變40歲 那你很好你一直都是50歲的臉 但有一個東西 從去年到今年都沒有變 就是疫情 這聽起來超悲傷的 就是我們本來2021年想說 疫情應該下半年會好一點吧 然後還有在那邊討論說 如果好了的話 我們是要去荷蘭還是去紐約 但一整個就是 對 去荷蘭吃草 對啊 但就是一整個白擔心耶 你真的是不用這麼愛煩惱啦 啊你沒在煩惱 還不是像頭髮掉很多 幹 不要攻擊哦 我這樣好快樂 今年其實我覺得真的還算蠻不容易的 就是蠻多心力交錯的事情吧 就大家看頻道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每天都在玩 但其實沒有 真的就除了你們看到我們在玩的時間 我們都在工作 尤其是今年蕙蕙有一些工 好 你說 我就是這樣Q到你啊 真的就是每次看到別人說什麼 你們是不是都不用工作啊 就是每天都在玩啦 然後我就會覺得超鼻酸的 因為我真的也很希望 我是可以每天在那邊玩的人 但是我就是不是 我就這個臭色處 每天在那邊下班的 你會在那邊剪片 然後剪到一兩點 然後隔天八點還是要起來 剪到頭禿 不要 你今天就是沒有要放過你自己禿頭這個話題耶 我覺得分隔兩地之後 經營頻道確實感覺變得比以往還困難了一點點 就快要比經營感情還困難了 你現在的意思是在說我們經營感情有一些困難嗎 我怎麼以前沒有聽過這件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困難 只是說要很努力 要更努力哦 不過呢還是要誠懇的就是感謝一下 這一年還是一樣陪伴在我們身邊的大家 就是每次在我們偷懶然後想要不更新的時候 就是都會看到一些非常溫馨的留言 然後就會覺得如果自己偷懶 真的是會辜負大家的期待 你確定這個更新的動力不是因為金主爸爸嗎 這當然也是一部分啊 如果沒有金主爸爸的話 我就問你那個新麥克風的錢哪裡來 你自己也買了新相機還說我 總之呢就是特年貨也要感謝一下大家 就是非常的理解我們 然後每次看到那種留言說說 恭喜接到合作交業配 也就會覺得真的很感動 新的一年我們也會繼續 就是推薦我們自己喜歡的東西給大家 每次講到這個就覺得 還好我們本來就有正職的工作 不然按你挑業配這麼挑的程度 我感覺我們會餓死 沒有啊就是你也可以不要工作 然後你就會很餓然後你就會變瘦 這樣是不是也OK 都最後一天了不能對我好一點嗎 我跟你說我真的是愛你才會欺負你 不然我其他人真的是連欺負都懶得欺負 怎樣被你欺負我還要謝祖宏 不然咧 回歸正題啦我覺得總結2021年 今年還算是一個蠻充實 我自己蠻喜歡的一年吧 你覺得咧 我不會說我今年是我喜歡的一年 但我只能說它是我做出很多改變 然後非常充實的一年 就喜不喜歡我覺得可能要過三五年才能看出來說 今年的改變會怎麼樣 好就是大家 我的改變你看得見 你閉嘴 就是其實大家很多時候會很迷惘說 我不知道自己的選擇到底是不是對的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跟你做解答 你只能三五年後回去看 然後知道說 就是現在這些痛苦跟低潮到底值不值得 我是不小心跟大家說了我現在的痛苦跟低潮 所以你講了好多心理話 我覺得我是沒有什麼痛苦跟低潮 因為今年真的是我自己覺得蠻歡樂的 一直在很多城市走跳 然後學很多心理話 你跟我 你跟我分開你沒有痛苦跟低潮 再見 我都放在一潮啦 滾 感覺 2021已經不再有2020那種面對未知的恐慌感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接受現況的坦然 2021年依然存在著很多的限制 很多想去的城市去不了 很多想見的人見不到 但也因為這些限制讓我們去探索了很多本來不會想去的地方 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 收穫了很多美好和快樂的回憶 當然最重要的是 一起的人 三亞 一起看2021年的第一道日出 第一次學習衝浪 廣州 感受在街邊的小吃和早茶 吃了無數碗的雙皮奶 杭州 吃到了令人驚豔的高水準中餐 和念念不忘的可麗露 安吉 我們的春節出遊計畫 是2021年唯一一次的滑雪 潮汕 被海風吹得不成人形 吃了很多碗粉和很多盤新鮮的牛肉 香格里拉 闖進了遼闊的湖泊和草原的公路之旅 被陽光灑在山頂的風景感動 張家界 去見證小時候在課本裡看到令人驚心動魄的高崖 帶著巨高鎮挑戰透明步道 中間我又回了趟台北去見了好久不見的朋友 探索了幾家餐廳 連連去了青島在紅裝綠瓦的建築群裡抱吃好幾頓海鮮 還去了趟三亞感受陽光沙灘和比基尼 周三第三次的衝浪 認識了一群很有趣的浪人 辦了一個很有愛的見面會 然後我又回到台北去定區 雖然分隔兩地 但還是會隔空約會 我一個人去了基隆 感受了海港的氛圍 一個人去高雄重溫家鄉的美食 一個人下廚試圖不要炸到廚房 連連一個人去環球 感受空無一人玩樂園的快樂 一個人去長沙去體驗落到神魂顛倒是什麼意思 雖然今年是過得非常快 但是我們去的城市真的沒有在掃 對啊 而且今年就是原本都沒有這麼覺得 但是看完回顧以後就覺得 其實真的是去了很多地方 而且很多地方都是一個衝動 然後說走就走 之前跟人家說過我們Roe Vlog的初衷 其實就是紀錄我們的生活 就是紀錄下來 然後每次自己就是低潮難過的時候 看看就是以前快樂的回憶 然後就會覺得很開心 我昨天又不小心說出了低潮兩個字 存在衣草啦 衣草比較安全 總之呢 希望2022年也可以像2021年這樣子的充實 我希望我2022年的衝浪技巧可以突飛猛進 真的沒有人在乎耶 而且明年就可以合體了啊 到時候就可以帶大家報完台灣 那些每次面具有敲碗說看合體影片的 你們就給我認真一點看 就可以影片看爆 留言留爆 不要每次都敲碗然後最後不看 真的是剪片人的憤怒耶 好 反正就是明年又有一個新的轉變 就是連連也會回來台灣嘛 所以到時候就會合體 然後就可以一起去探索 台灣哪裡好吃好玩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 期待 夠你的期待 那2021年最後一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心想事成 事事如意 新年快樂 我們明年見 拜拜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